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雷鸣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 陆琪老师 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阵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有请对的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胡 27岁 来自天津 代业 女嘉宾小张 26岁 来自天津 代业 欢迎两位 高中同学是吧 对 高中那会儿就谈恋爱吗 我俩高中那会儿就是同班同学 然后大学时候又同学校 那会儿我觉得我跟他就挺暧昧的 就暧昧 就是挺暧昧的 但是我兜里没钱 我没底气 他对我态度又不明确 整个我就觉得没有信心了吧 结果上班之后 挣点钱了 腰杆也硬了吧 主动追他试试吧 然后追完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行 你们俩这资料卡上写 现在两个人都代业是个什么状态啊 就是我这个辞职了之后我想换一份好点的工作 现在一直还没找着了 还在找工作的过程 这个时间有多长了 我是去年十月分离的职 您呢 我是三个月 为啥 他那回跟我赌气 一度下也没跟我商量 把工作也辞了 就跟我呆着 我们俩比赛呆着现在 比赛呆着 今儿为什么来啊 他现在就跟变了个人赛的 我们俩感情之前特别的好 就这咋我一离职了啊 就在家里怎么看我能不顺眼 这么看眼第一件事就是得熟了我 整个我现在我就憋屈死了我 我都快抑郁了我 您看我这么大岁数 我白头都游了 他这么大岁数 白头我都有了 就是他工作特别稳定嘛 收入也挺稳定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特别好嘛 然后他一声不吭 说辞就辞了 辞职算是你们情感开始出现裂痕的一个导火锁 这是你认为的是吧 女生是埋怨 确实对这事埋怨 因为你觉得他那工作相对稳定 收入也稳定 干嘛要辞职 核心是没跟你商量 对 我觉得那工作特别好 这算是一大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刚才他说的嘛 我毕业之后我就进人家事业单位 我一直做了四年了 我觉得我这么点岁数 我应该多闯闯 多看看吧 对吧 最起码有个自己的事业 之后他在家待着不更 消息更稳定了嘛 他呢 不支持我就算了 一直在旁边说风凉话 逮机我就撒我两句 弄得我呀 我真的憋屈死了 他知道我梦想是当家庭主妇嘛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是想在家当全职太太嘛 然后他一下子把我坑给占了 这让我打扮呀 那你就先工作让人站着坑 等到把这坑给你挪出来了 你占多长时间了 这都 所以你就辞职了 我不一直也在找呢嘛 我都没找着嘛 好 这事儿听明白了 职业规划产生的这个情侣的冲突 还有什么让你们冲突啊 然后我找工作时间 让我在家学点中医吧 结果呢 他还说风凉话 学什么 我学中医 我平时还看个书 看什么《丧寒论》了《黄金内经》了 这不挺好的吗 结果呢 到他这儿又不行了 你这么大事儿 你不证业 你每天就看贤书 他这个中医 他是从离职之后开始学了嘛 然后他学他又不能养家 他找工作又不找关于医学的 然后他这中医 还跟前女友学的 您说气不气 这现在还有五段森林的隔着 他这太无理取闹了 他就 不是 你们俩谈了几年了 我俩谈了两年了 他中医是跟前女友学的 对 他前女友 你不是说他离职之后 才学的中医吗 离职之后 他跟他前女友有联系啊 他就不动作用 他就小心眼下这人 因为我身边就指 我前女友他会医 他呢 就揪着脚便怎么放 那想学怎么 过程学就找你前女友 他上次发烧脑一层 那我给他扎个针 他觉得还挺好了 你都给他扎了 对 我还带着了 看看 火 你就真敢让他扎呀 那他平时学的时候 还拿我饰手 说这个更爱气 那拿我饰手 还跟前女友学 越想越生气 这跟人家有妈关系 那不我 为学了就为咱们好吗 他说的核心是 你可以学中医 别跟前女友学 是这意思吧 他就老拿这说事 等我现在就憋屈死了 我就干嘛 不是 你有啥憋屈的呀 工作是你自己辞的吗 是我自己辞的 OK啊 现在没有找到工作 是你还是他 是我呀 是你 对啊 对 人家没有阻止你的爱好 你愿意去 但是他总说风凉话呀 可不是嘛 他要跟他前男友学中医 你愿意吗 那我肯定不愿意 为啥呀 谁还没个吃醋的时候呢 但他总拿这种 人家就不能吃醋 太过火了 差不多就完了 这个过 明白了 在生活里比较压抑 自己的兴趣爱好 因为跟前女友牵连 所以现女友心里吃醋了 对吧 对 还有什么痛苦都说了 然后我现在没进下了嘛 然后呢 我自己买车 到他这儿 现在就不让我开了 他说我不配 说你现在挣不来钱 你开那车怪费油的 那车是我买的 我转四年 我买了就为它是有点费油 那我出去它也方便呢 不是 这车不开 放那儿不就坏了吗 他就给他闺蜜了 一月给五百块钱 我觉得他就不是 冲五百块钱 他就拿一顿寒承我 你把他买的车出租了 就给我闺蜜 也开了嘛 有情价一个月五百 那要在路上 伤个人碰个人 这责任怎么办呀 他一点都不考虑啊 你不过脑子就给人家了 我不想着 也是一个月有点进他嘛 然后买点吃的 五百块钱 你们车寒承我嘛 不也是为咱俩想嘛 你就总是说我 你就喊着我 五百块钱 你大老爷们干点骂 你站不来 行行 干点骂 站不来 来 接着问你啊 这车确实租给 对 现在还租着了 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腿呢 怎么办呢 他又不工作 开车干嘛呀 他出过门 我是不是可以送他 下班下雨了 我是不是可以接他 没事 人家现在不是在家里 跟你比躺吗 所以无所谓嘛 不需要了 行 这事我们也给他记下来了 还有啥事 哎呦 我现在 我俩现在一直合租嘛 合租 值钱房租我 能挣来时我出 然后这两个月 我那钱花得差不多了 然后他就 就老本没了 他就交两个房租嘛 我那房东呢 他人比较细致 每个季度收租的时候 来现场看一眼 觉得我住挺干净的 结果他呢 跑房东那儿说我去了 说哎 你看他这窝囊费 就天天在家躺着 那我不能抱怨抱怨吧 你说他能说出嫁话 多可恨的这种人 你看他这个太多 我说一句怎么 你就是在家打人 那我发老婆 你就是在家打人 那我一大老爷们 我不要面子 你这么说我 哎呀 这个事跟房东说了 是个男人 确实脸上有点挂不住 我也需要发泄嘛 那哥他那儿 他不光跟房东说了 我们出去跟朋友吃个饭 喝酒还说了 怎么男性怎么说 我哎呀 我心里 憋着 谁叫你辞职的 那我不也行 他还换好多 主持人 您知道吗 就他跟我朋友还卷要 男人在家主持家务 然后操作家务 我说没毛病 多好呀 你快打住吧 这哪有男人这样 一点事业心都没有 我在家 而且他干活 还碰个小丑那种干 现在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他特别享受 在家待着 一点都不上去 我享受我就待着 那也不干 我就躺着了 这样你都心里 都有问题吗 你看 他哪有几个男人这样 别急啊 让他说完你说 行吗 行 好吗 你现在在家里做饭 对 他那会儿 还没吃工作的时候 我就给他做饭 做饭 一天三顿饭做的 我觉得我做得还快不错 都是我干的 我吃之前呢 他就一百斤 现在您看他 白白胖胖的 一百二多斤了 结果呢 最可恨他说话呢 你就想把我喂胖了 让我跑不了 这样话能从他嘴说出来 我真的 您就看说他 他把我说我挑他 您看他现在 也不演在挑我 然后呢 到朋友那儿呢 他说他要压力飞 怎么压力飞 他说现在他一个人 扔他脸是缓 他压力特别大 你是特介意这个是吧 那我找个功夫 不就完了吗 那我找不着好的 我不白死了吗 他就心比天高命比直薄 他现在又嫁死了 好好好 不吵了 接着再问点正经事 你们俩谈恋爱父母知道吗 知道 同意吗 同意 两家父母见面了吗 还没呢 但是是这样啊 我爸我妈平时都挺挺我的 我上面是两个姐 嗯 我的就是老小 好嘛 就偏爱我吧 有靠山 他们老男孩说 要不出国前 你俩买个房间 把婚结了吧 哎呀 这父母啊 你看看 结果呢 到他这儿啊 他整个就一摔摔掌柜 然后呢 我呢还不行 他得听他父母意见 我带他父母看房啊 看了七八套了 他父母不是挑这儿就挑那儿 要不就采关木豪 要不就学去房 那买房那么大事 不得好好挑挑吗 那房不咱俩住吗 那咱俩住 就把咱俩住的这个屋子 挑好不就行了吗 再说咱俩怀孕之后 结婚的话 那个父母不还得过来住吗 给咱俩看孩子吗 住的时间总归没有咱俩长吗 你什么都听他的 而是你又骂不完 那他不是也为咱们好吗 而且啊 他呢 他让我去把双方父母搓一块 说摊菜里摊妈的 然后他骂也不管 就把我家中间了 两头都不操行 不不 这房子现在看定了吗 没有 等于未来的丈母娘和丈母爹没看上 对对对 谁出钱啊 我这条出了 为啥他出钱你爸妈做主呢 那主要是我想让我爸妈过来看孩子吗 哥 这俩人小算饭打的哈 不是你的理想是家庭主妇吗 不是该你自己看吗 那我看孩子肯定让我父母 不让我自己看啊 对对对 所以你那个坑里面是给你爸妈留了一半的 是吧 而且呢 他就把我家中间了 我这两头都不操行 等我现在压抑委屈死了 然后呢 他又卖不管 整个现在给我整的就是 我跟自己谈恋下的 说事都是我在操 之前我头部就白一点 现在一看 我卸顶 我就掉头了开始 是不是真的会快 快抑郁了 什么叫所有事都你跑啊 他妈事不管啊 房子房子不管 菜里菜里不管 而且啊 之前他父母那会儿不是这么说的 我那会儿还有工作了 他们说的菜里妈的就你们看着给就完了 但是自打我一辞职了啊 菜里也有数了 房子也有要求了 菜里多少数 菜里十万嘛 爸妈给吗 给是肯定给 但之前呢 不是这个时候的态度转变 让人难以接受了 现在 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啊 对 我就感觉画了画了 是这个感觉是吧 就开始针对我了 就看我挣不来钱了 那咱这婚还结吗 要我说呀 干脆咱俩谁也别动脑子 把婚不就完了吗 想去旅游 来个旅游结婚 然后再买个钻机 过个那个结婚冷静期之后 那个房子要乐意买 再买不就完了 什么叫结婚冷静期 那现在离婚有个冷静期 结婚也得来个冷静期 过两年之后 就先磨合 磨合好了 对 咱再买房 对 这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啊 然后之后觉得我不合适再换 我啥也不得 一点保障都没有 这跟偏会有什么区别啊 这怎么接受啊 两年了啊 一点信都没 那四个男人也不能办你这事啊 那现在他还能从嘴里 说出借准话 好好好 接着问 现在你也没工作了 没有 那你们俩就靠什么生活 之前存了一点 这个不总有一天 他会坐视山空的吗 空了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对 我俩 我也觉得这么下 也不是个办法 因为嘛呢 那天我俩逛街去 他呀 看向榴莲 那会儿榴莲正贵 那么大一榴莲 三四百块钱 我又没进去 他又不管钱 把钱送我这儿 虽然没说没多少吧 那我不得经打西算点吗 过日子 我说咱们等便宜点再吃行吗 结果一下火了 赌气回家了吗 我一年才想吃那一两回 我又不是不让你吃 就那一两回 又不是每天都吃 你都不给我买 你还搁那儿跟我吵 我又不跟你说接 然后呢 回家之后 没过两天 也没跟我说 哎 把工作辞了 我说咱们的呢 他说呀 我呀 上班跟同事 特别的不开心 我每天上班 我心情也不老好 我想大家歇歇 那我能说慢呢 正好连俩人都在家待着吧 结果呢 这一待着 好 更坏事了 俩人睁眼 开始就打架 上次我给洗个衣服 我就没注意 衣服掉伞了 把他衣服给转了 就不行了 就跟我打呀 哎呦 你看待家一年了 还把衣服洗错 那谁还有 没有个失误的时候了 那我总不能 每件医生 我都看看呢 对吧 晚上呢 洗个澡 毛巾用错 又跟我打 这一天 抄两回 这个你们双方父母 知道你们俩现在的状态吗 知道吧 我就找我姐姐 看看能不能帮个忙 让我出个主意吗 让我姐姐在深圳那边 开一个计账公司 我俩之前 又都是考快议日 我考过 但是他看两分 没过 你就直接说 他没过就行 别强调 别强调 他就没过 然后我想 要不我俩先过去 我在那边先赚钱 他在那边复习 把快认考过来 我俩一块在那赚钱 不也挺好的吗 好主意啊 但是呢 他又不行了 为啥 还不跟我走 整个天津 他都找不到一份工作 您听听 这合理吗 他就是不上进 投靠他 逃避问题 他要有能力 又能投靠他 姐有什么不行的呢 姑娘 他这人就练家 他就不舍得出去走 练家是真的 天津姑娘不外嫁 是吧 再说我也是独生女 她家这么多人 行 那她要自己去深圳 你同意吗 她也不同意 我要走了 她在这 我俩不异地了吗 那不更完了吗 所以今天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确实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在天津 找一份工作 挣钱少点没事 你接受吗 我接受 那我不白辞了吗 我之前不也挺好的吗 我不想找个更好的 谁让你辞的 我呀 你辞之前找好工作了吗 你看吧 他搞我辞 行 事儿听明白了 谈了两年 现在男生 在事业上遇到了一个小瓶颈 小阻碍 应该怎么发展 两个年轻人不知道了 折射到了自己的情感当中 这看着就要奔分手 绝尘而去呀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看看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圈 在这一年 你负责赚钱养家 他负责 冒昧如花 可不吗 而且这一年 作为一个男人 软饭吃得坦坦荡荡 如果一个男人 成为了一个女人的责任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认为对我们男人来说 这是一种耻辱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点 在一年前 有稳定的事业单位的工作 您说辞就辞 那时候已经有恋爱对象 你尊重过他的自清权吗 两个人为什么不好好商量 如果这样决绝地辞职 至少自己内心 是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的 但您倒好 回来以后就躺家里 我坚决不信 这么一个以前很能干 单位如意得水的年轻人 在天津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一年找不到工作 不是找不着 但是 而且是没有更好的 对 高不成低不就 现在您看在他面前 您的自尊心面子 荡然无存 您到现在也好 一年以后 您不看重负了 看不惯了 然后自己也辞了 我不知道你这是一种倒逼呢 也同样是同归于尽 破关破酸啊 那凭什么他成天在家 还那么闲呢 然后回来会儿 我这几天吃了 那不能这么赌气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怎么办 我个人建议很简单 从实信心 重新担当起男人的责任和义务 不要认为我此刻在家里很安逸很舒服 就心安理得 做男人的不能不劳而获 我们更应该有丧尽心 谢谢 你们俩一二十七二十六 可谢可悲啊 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有什么资格谈婚论嫁 有什么资格去买婚房 咱说句实话 那工作是被开的还是自己辞的 自己辞的 不信 你为什么要辞职 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 那年轻人总得有自己的理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梦想自己当老板 对 然后你呢 创业了吗 去尝试了吗 没找到好项目了 那你没找到好的项目 你为什么要辞职 你的底气在哪里 在你父母身上吧 在谁身上不重要 在他一点都不支持我 在谁身上怎么能不重要 你就是在所有其他人的身上 就不在自己身上 好高骛远 你不有辆大车吗 你去开专车 我告诉你 每次我来天津录节目的时候 我都跟自己聊天 他们很辛苦 但是很开心 为什么一个月 快车能赚一万 到两万之间 要找一份工作 太简单了 你不愿意去找 你哪儿都要去深圳 去投奔姐姐 明明你就靠不住 自己父母了 也靠不住他了 赶紧去靠自己姐姐吧 去做寄生虫啊 你呢 又何尝不是 跟他一样的人 我想做家庭主妇 那是我的梦想 结果我的坑被占了 然后怎么样 自己随便找一个借口 也破罐破摔了 你们俩有什么资格谈恋爱啊 你父母同意跟他在一起吗 不太同意 当然不同意了 你以为你父母是没看上那房子吗 你的父母看出了这小伙子的真相 靠不住 所以不去看房子了 你们俩根本不独立 意识不独立 经济不独立 谈什么恋爱啊 还敢去结婚 赶紧分了吧 就这 我坚定地认为他们俩有感情 你就使坏吧 我没使坏 你就说反话吧 老徐是这样 我现在手里滴了一根针 最近我跟余博洪学的扎根 你敢让我扎一六够吗 从头扎到脚 那是他无知 你甭管怎么着 你敢吗 我不敢 还是他 他敢 我跟你说 孩子你别说你女朋友没支持你 让一二把刀 从头到脚 给自己扎支玩 这没点 按理说 就在天津 如果有个事业单位的编制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对 但是我觉得 我一直干了四年了 我也不知道 你能不能改的 现在这是毛病 谢谢两位 来 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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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 还还得回来对吧 还回来干嘛 双不出 两个人双出 我觉得能出来出来 咱把态度变得积极一点 我觉得今天是男不出女出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 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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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